大家好,我是阿伦 欢迎来到Scribe的学习课堂 今天为大家讲解的内容是图片的抓取技巧 首先看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这次课仍然采用上次课的一个讲课思路 采用项目的方法去解读 包括需求分析、项目实施 代码解读、总结 需求分析 目标网站、抓取内容 抓取内容在上次课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商品的图片 存储格式 图片会存储到本地文件夹当中 数据仍然会存储到CSV文件中 当完成这个需求分析之后 对于一个初学者 或者说是对Scribe不太熟悉的人 可能会想 我首先要获得这个图片的链接 然后我对这些图片链接的URL进行请求 把请求的数据存到一个图片格式的文件当中 这是我们通常会采用的一个思路 但是呢 这时刻我们采用的是Scribe中的Image Powerline 去实现了这个功能 我们不需要再去考虑这些细节的问题 只需要给出图片的URL即可 然后是项目实施 项目实施 也就是说怎么样去实现这个项目 再者代码解读 代码解读 首先看一下item的编写 item的编写 这些和上节课是一样的 是多了一个存储图片链接的一个字段 就fileURL 然后是spider的编写 spider的编写 在这里指去处和上节课不一样的地方 多了一个获取图片链接的一个代码 在编写代码的过程中 为了增加代码的乳冠性 我们会增加一个异常处理 try和except 同时为了便于调试 可以在except当中 去添加一个跟踪的 跟踪代码的一个工具叫pdb 然后再去调用pdb的sadtrace 去显示一个错误路径 这里根据图片链接的特点 看一下这个页面 使用filebug查看元素 看一下图片 它所在的标签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它是存在了于一个 这个image标签中的src里面 具体怎么样去通过什么样的xpath路径 去获得这个image标签 大家可以使用在这个image元素上面点右键 为一个负责xpath路径 或者是你手动的去添加这样一个路径 比如说这个div有这样的一个class 它下面有一个div有这样的一个class 再者它有一个这样的div div下面有这样的一个a标签 a标签下面有一个image标签 也就是咱们的最终的图片链接 由于这个图片的这个链接 它并不所有的都是放在了这个src属性里面 如果你去细心的观察的话 它还有一个属性叫data-ks-lazyload中 细心的同学可能会发现这里 相当于写了两个xpath路径 中间用了一个竖杠 就是或者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想要获得的这个目标URL 有可能是存在于这样的一个xpath路径当中 也有可能是存在于这样的一个xpath路径当中 中间用一个或的符号进行连接 然后对于获取到的这个URL 要把它变成绝对链接 给它加上一个HGP 如果在获取这个图片链接的过程中出现错误 咱们去打印这个错误 并且去增加一个断点 去调试这个代码 如果没有错误发生 去使用Yard去缓回一个request 这个request的第一个参数URL 就是商品的链接 这里仍然传递了item这个变量 callback postdetail 下面的这个postdetail和上节课的postdetail是一模一样的 在这里不一样的只是在这个地方 或许图片链接 在postdetail这个函数当中 会缓回yard 在postdetail这个函数当中 会使用yard去缓回item 这个item 通过前几次课当中所讲解的scribe的框架 可以知道这个item会交给item publine去处理 也就是说这里的publine是这个去处理 在这里其实并没有做任何处理 这三行代码是在你产生工程的过程中 已经自动产生了三行代码 那么我们是怎样去实现存储图片的呢 大家看settings文件 也就是说看publines编写之后 看settings的set文件 它有哪些不同 这些都没有什么变化 这里增加了一个itempublines 这个publines 这个publines所使用的类 是它内置的一个amgpubline 然后接着又添加了一个amgurlsfield 就是你要告诉scribe 你的图片链接存在了item中的哪个字段当中 然后你要告诉你的图片要存在哪个地方 这里指定的是当前母屋 存储图片 比起上一个项目 我们只增加了 在settings当中 只增加了这三行 就可以实现图片的存储 我们所存储的图片 也就是在这里所显示的这些图片 运行一下 看是否会产生我们想要的图片 可以看到这个文件夹下面只有这三个项目 一个是top固执目录 一个是readme文件 一个是scribecfg文件 在咱们运行完这个工程之后 看它会产生什么 习惯性的使用scribe list 查看有哪些 它会列出爬虫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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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去执行 存储输出的信息 可以看到提示 可以看到提示 指排的名称写出 名称为tmgoods 再次执行 这里提示的错误是 没有安装模块 PL 这里直接安装 由于这台机器没有安装PL 咱们看一下怎么样去安装 首先看一下它的官方文档 是否提到了怎样去安装 是否提到了怎样去安装 通过查看它的官方文档 可以发现 要想使用imagepipeline 必须要安装pillow这个库 首先直接使用pip install 看一下能否直接安装 pip是python的包的管理工具 ok 安装完备 安装完之后再次执行 看看是否产生了 咱们有抓取的图片 可以看到这里多出来了一个负文件 打开 可以看到这里有60张图片 下载图片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Scribe已经帮你做了很多 如果你想更定制化的去编写这个Image Pipeline 你可以去实现它具体的 比如图片存储在哪个位置 图片的大小都可以去设置 然后做下总结 这时刻对大家的要求是 一定要掌握图片的下载技巧 怎么样去下载图片 然后就是去巩固上节课所讲的那些内容 这次课的内容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